演唱 李宗盛 嘉良 張臣 《 allow 教育人 教育人 國語》 《 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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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人 第一次來中國 是76年 當時是毛主席 剛剛出社 我当时留在中国有两年在留学上的身份 第二次来是85年 当时的头发稍微比现在长一点 黑一点 可是我从这个时候一直到现在 住在国内和在国内工作 首先在湖南 然后是湖北 然后是北京 也最近在上海 我同时是精神科方面的工作 因为是精神科大夫 也主要方向之一是有防自杀 也仅仅想跟大家分享 我有防自杀方面的一些工作 为什么对这样的项目感兴趣 我读医就是医生的时候 会赚生活费 我在总会员的基层室工作了 每一个周末工作两天了 因为有时候学生 他分给我的任务是其他人不想做的事情 就是监管这个自杀未遂者 我周末一直有三到五个自杀未遂者 在基层室抢救的 可是抢救之后应该监管他们一段时间 才能转到病房或者到医院 有的哭 有的大汗大叫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我的任务就是安慰他们 让他们安静 但特别开始的话 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把这个事情弄安静了吗 所以我想 首先应该跟他谈话 在开始我就问他们 您出现什么事情 想接受自己的生命 在这个悲事这个病人就开始谈 有的会谈一个小时 甚至会有两个小时 有各个病人都有不同的故事 有男的 有女的 有年轻 有老的 有穷的 有富的 有家书在 没有家书在 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 我真的听这个故事 我很感兴趣 因为确实是通过他的故事 理解他怎么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有另外一个窗口 让看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文化 我对这人非常感兴趣 并且做的时间长一点 我也非常听他的故事 也是给他们帮忙 他的刚要自杀行为的时候 他的自我凭借低的 不能再低的 所以他们最需要的是 有人尊重他 有人认可他 跟他有情感交流 所以我做两年这方面工作 我学会一些技巧 如何这些有心理危机状态的人交流 我现在可以跟你分享 第一个是应该耐心 这些人经常是沉默 你得等待 你不应该因为你自己不舒服 插嘴 第二个是也多倾听 少说话 现在我们配信心理日常的这些人 如果在电话 他自己说话的时间超过三分之一 已经太多了 主要是倾听他的故事 不是告诉他应该怎么办 也要耐心 不管他说什么奇怪的东西 你根本不信任的东西 你还得接纳 不要批评他的事情 任何批评的口气和预调 会中断这个情感交流 他不信任你 如果你有批评的口气 是绝对要避免这些事情 你不给出这个状告 你在这不是来解决他的问题 你给他状告的时候 他就认为是 例如 你不应该跟那个男朋友接受 本来是个坏蛋 你跟他分手就好吗 这样的说法 还是要否认他当时的情感 在这不需要告诉他 不要劝说他做什么事情 不要害怕跟他谈讨自杀的事情 应该公开讨论这个事 不要担心你提这个问题 他就可以开始想到这个事情 你可以有这个行为 那是错误的观点 而且应该对他说话 别加装愉快 加装没事 最后的一条 就是国内的人最难接受 如果他哭起来 哭得很厉害 你应该让他哭 因为这个是 释放他负心情感的一个主要的措施 可是国内的人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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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别哭了 可那对这样的一些人 没有什么好处 而且他的含义是 你哭起来说你是弱者 那也是批评的私材 做了这工作两年之后 我非常感性是这个自杀的一些问题 也认为有很多的重要性 所以医学院毕业之后 我决定要转到做精神科的专业 也同时我也学这个人类学 和流行病学的一个学位 但是我85年到中国来 准备工作 遇到一个问题 85年自杀是很敏感的问题 根本没法谈 死亡数据内部的资料 没法研究 没法谈 所以我不得不放弃我这样的愿望 所以我就转到重型精神病 精神批评证 做家庭服务的一些工作 但85年之后 逐步的开放 从90年起 卫生部开始 把全国的死亡数据 包括自杀数据之内 传给实际卫生组织 可是一看这个数据 从90年这个数据 有好多非常惊讶的事情 第一个是 自杀率在国内是非常高的 是15万分之23 那是当时的 全球的最大自杀率国家之一 也是当边的 全国的第五位死因 而且在青少年是第一位死因 现在确实是人根本没想到的事情 确实很惊讶 而且这个结果是 在全球自杀的人当中 国内占的三分之一左右 也当时人口是五分之一左右 但最大的争议 不是自杀率本身 自杀不同人口的 自杀率的情况 这个图 这个蓝色的就是农性女性 红色是农性男性 也绿色是城市女性 黑的是城市男性 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 可是当时的国外的研究 都认为城市的自杀率应该高 因为在农村的 和母家庭的 转到城市就分开了 孤独的人多得多 抑郁的多得多 所以应该是城市化 是自杀率高 可是我们的结果是恰恰相反 是有点有意外 可是最正义的事情 就是这个 全国的女性自杀 比男性要多一点 大概20% 这个任何国外的状态都反对 是肯定的错的 国内的状态也是反对 因为当时任何国家的 关于自杀率的数据 都是男的是女的的三倍 而且更惊讶的事情 这个是看这个自杀 占所有的死亡的比例的一个图 你看这个 还是蓝颜色 这是农兴女性 所以这个大概从15岁 一直到35岁 农兴女性的自杀 占20%以上的死亡 也高峰的 当有35%的死亡 就是自杀的 确实是没有想到的事情 也相当的新的一个发现 实际卫生组织 就很难接受这个结果 因为当时20%的所有的自杀 现在出现在高收入国家 80%在重低收入国家 可是几乎8%的 有关自杀的研究 都是在高收入国家的 也那儿的研究商 研究人员都认为 他们就代表 缠组的事情 才认为我们那么多国家 都是一样的结果 所以肯定代表 全世界的事 而且卫生部 也是按照这个 口气说的事情 可是实际上 自杀受到社会和混乱 为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按照我们的经验 现在的 高收入国家的自杀特长 自杀的威信因素 自杀的有效的干扰措施 绝对不能代表 我们重低收入国家的情况 应该单独做 看这个研究 单独看这个事情 才能见证了解这个事情 可是这个时候 很少有 重低收入国家的研究 而且有的研究 很容易被高收入国家的 研究被否认 所以没办法 就认为他们都是对 所以为 坚持这个问题 我们跟国内的疾控中心 做一个全国性的 一个叫 心理解剖课题 心理解剖课题是什么呢 是自杀之后 你到这个人的家庭 跟家属 跟周围人 谈他到底出什么事 当你他有什么心理状态 遇到什么生活事情 也了解很清楚 也我们在国内的23个点 也在世界上是最大的 心理解剖课题 而且全球都诚然是 质量最高的一个方法 来判断自杀的词证 做这个课题之后 也发现一个 有争议更严重的事情 第一个是 我们也判断 这些人自杀当时 是否有精神障碍 因为我们发现 没有精神障碍的 比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 国外的专家都否认 而且仍然有人否认 他认为 有自杀障碍 绝对之前有精神障碍 不可能没有精神障碍的情况下 出现自杀的行为 他完全否认 应该说这个 没有精神障碍的人 并不说他没有心理不舒服 可是有精神障碍的 最起码得持续两周 才能算一个精神障碍 再是精神可能治疗的一个问题 在这些人当中 1996年到2001年的一个调查 不到五分之一的 接受过心理危险的服务 可是主要的危险因素 是既往的自杀危险 就是自杀死亡之前 他又过的自杀行为 可是没有死亡 所以我们最高位的人 都是自杀危险者 我们也在基建室 也找到这样的一个自杀危险者 看他们的情况 也更被争议的事情 在自杀危险者 在国内的好多基建室找到的 大概百分之六十 没有精神障碍 可是到底是 为什么自杀有什么情况呢 好多这个行为 是冲动性的行为 在这我们有五百九十个 严重的自杀危险者 我们问他 你从第一次考虑自杀 一直到行动 尖销的事情是多长 百分之六十说是 两个小时之内 两个小时之内呢 在两个小时 你绝对不能出现一个精神病 而且两个小时之内 你怎么能干预 你两个小时 根本没有机会可以干预这个 所以对这些对象 你应该提前做干预 不是他一出现这个念头 才能干预 总的来讲 自杀死亡的 大概是一半一半 一半是心理卫生问题 一半是社会问题 在自杀危险的是 大概百分之三十是 心理卫生问题 百分之七十是社会问题 最主要的社会问题 是家庭矛盾 各种各样的家庭矛盾 直接导致这个自杀行为 在老人的 也有躯体疾病的 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我们做这个 大调查的一个发现 没有那大的争议 可是有一个惊讶的事情 是自杀的方式 大概百分之五十多的 用农药 就是擦虫剂剂剂剂的 这些毒品 发达国家 他们用农药的比例很少 可这个一半的 我们的自杀值 都是用农药 也当然这个是 留在家里随便能拿 一个人丈夫有冲突 可以拿一瓶喝半瓶 两个小时就死了 这样的情况 我们看好 其他的发生中国家 这个问题到底多大吗 这个是从2000年到2006年 全球的大概百分之三十的自杀 就是用农药 也是本来国外的人 根本没有意识到 当时变成最常用的自杀方式 也是一个新的发现 逐步被承认 也是实际卫生组织 逐步有一些措施 又方自杀的措施 是如何控制农药的方便 所以那时候我们做一些研究之后 这个在国内的才是哪些措施 重要的会议是1990年的一个会议 实际卫生组织和卫生部这个会议 和实际卫生组织的合作中心 是世界上第三个这样的合作中心 就是一方自杀的一个中心 这个中心做好多工作 一个是开展一个比较大的热线 也仍然是国内的最大的 最规范的一个电话 热线电话建立之后 我们在好多其他地方 有培训人做类似的一些电话 有好大的培训班 我们也经常发挥一些东西 在传球预防自杀日 就是9月10号 有一个大的活动 也宣传关于自杀问题 我们也在大学上的心理咨询师 给他们响应的培训 建立国内的自杀者家属组织 也进行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 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在全国 过几年的在全国 有好多地方 政府批的一些预防自杀机构 政府对这个问题关心的 每五年的精神卫生计划 包括一个关于自杀方面的工作 例如是2015年到2020年 这个全国的精神卫生计划 也有一条就是 每一条 至少要开通一条心理援助的日行电话 这是国内的一个 给预防工作的进展 国外的自杀特征 和国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或什么情况呢 在2014年 Situation组织第一次出台 一个全球的自杀的一个报告 全世界的自杀死亡 是80万左右 我们的自杀率 大概高收入和低收入 差不多12.6 11.12 但男性女性的比例 很大的不同 高收入过去是3.5 这个中级收入过去是1.6 所以实际上看这个结果 问题不是国外老说的问题 为什么国内有那么多女性自杀 实际的问题是 为什么在高收入国家的 有那么多男性自杀 那是实际的问题 从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判断自杀的重要性 这一图是看着 所有的暴力的死亡当中 自杀战的比例 你可以看 在国内的 80%的暴力死亡 都是自杀的 这是中国的一个情况 这个意思是 每一个他杀 有四个自杀 怎么应该想 我们社会 为预防他杀 花多少社会的资源 用对预防自杀 我们花多少资源 你想想 合理不合理 可以考虑 确实自杀是他杀的四倍 这个看 不同地方的性别分布 性别年龄分布的情况 在全球的 180个国家当中 自杀率的差距 有100倍 你想想 怎么会有不同国家 有100倍的自杀率 这个差异 那说明 自杀不是 每个地方都一样 这是看国内的 不同地方 的自杀率 这是男性 天性的 10万分之2.29 从湖北的 22.6 有7.8倍的不同 在国内不同地方 有7.8倍的不同 那说明 地方性的影响 也挺大 女性 同样 天性最低 10万分之2.1 也湖北 仍然是湖北 也是最高 是10.27 那9.4倍的不同 所以确实是 你别以为 国内都一样 每一个地方 都要特色 也不仅是 国内是这样 印度也如此 印度衣共有 26个州的 它的男性的 自杀率的超级是 10倍 女性的 自杀率的超级是 18倍 所以那个是 大国际都有 这个现象 所以自杀 别以为 一模一样 确实有好多 人群和地理的 一个特殊情况 影响自杀的情况 现在我们开谈 在最近 20 30年之前 这个自杀的 变化的情况 如何 再次问有另外一个 很惊讶的事情 国内的自杀率 下降比任何国的快 我们在1990年 自杀的人数 和2013年 自杀的人数 间别 结果是 现在死亡的人数 比1990年的时候 差的是10万人 如果你记得 全球就有80万 某一个国家的 少了10万 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而且你看 这个绿色的和红色 女性自杀率下降 比男性稍微快一点 同时浓水下降的 比城市快一点 各个年龄的 都下降 在1990年的 都下降的趋势 而且非常大幅度 这个下降 我们现在 整个国家的 自杀的特征 有些变化 90年时候 就是农村城市的 三百 有些高峰的女性 现在农村 还有差 可是大概两百 稍微点 现在 本来农村的 高峰的女性 年轻的 结果现在是男性 稍微多 有女性 所以自杀率下降的 同时 这个整个特征 有些变化 我们讲全球的 百分之三十三的 一个自杀人数 变成百分之 十五点五 非常大的一个 变动 而且好像跟 印度有交叉 现在印度 是到百分之三十 这个也是看 全球的 从九零年 到二零一六年 这个变动 你看国内的是 二十三点八 到八点五 美国从十二点九 仍然是十二点九 不变了 所以我们下降 超过百分之五十 美国根本不变了 后来我们和 又次 这个疾病负担 这个公司 它有比较好的 又次的计划 所以按照又次 我们从现在的 二零一六年的 八点五 到二零三零年 会下降的 大概到四点六 美国的 从十二点九 会上升到 十四点一 相反的方向 所以结果是 我们从1990年 又次到 二零三零年 当然这又次 不一定是这样 可是按照最好的 又次都是这样 我们自杀率 会下降百分之八十 历史上根本没有 那么大幅度的一个下降 绝对没有 哪一些因素 可以引起 那么大幅度的下降 当然我希望说 是我们的 热线电话 我们健康 照耀 都导致 这样好的效果 但实际上 我们这个 预防自杀工作的 覆盖面和深度 远远不如其他国家的 德国 澳大利亚 星期两这个 花好多资源 也覆盖面和深度 比我们 远远大 但它的 自杀率 一动不动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 按照我自己估计 最多能结实 我们大幅度 下降的百分之十 这不是数据 有错的 所以 现在的错率 和漏报率的 又来又多 所以结果是 我们自杀 看起来是下降 自杀的数据 一直有问题 因为本来有 各个理由 就不想报告的东西 全球都有这个问题 国内也有 可是跟世界的 进展 我们这个数据的 均匀 又来又好 不是又来又差 所以这个 不会接受 我们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是否是因为 精神病的变少 或者精神病 接受服务的 比例要多的 实际上 我们在 2011年到2005年 做一个 全国的六调 五个生分 也比较有代表性 发现 精神病的 黄病率是 17.5% 就是 1.7亿人 有精神障碍 够高的 而且没有什么 意见说 精神障碍 是明显下降 世界不会 接受 自杀下降 也我们 同时对这些 对象看 百分多少 接受服务 也发现 百分之九十 从来没有 任何心理的服务 当然 这个会 跟世界 逐步的 伤伤的趋势 才能接受 伏务的 比例会高 可是不是 很大幅度的 改动 所以这个 也不能 接受 自杀下降的 事情 另外 跟谈 自杀和 精神卫生的 关系 看看 印度和 中国的情况 印度的 自杀率 从1990年 上升的趋势 也现在 明显高 有国内 国内 明显下降的 趋势 但 抑郁症的 负担 抑郁症 在这段 时间当中 而且抑郁症是最密集 跟自杀相关的 精神障碍的 以国内 比印度 要高得多 这能说明 精神病 和自杀的 相关性 不是我们 想那么的 相关的 好 是不是 因为 经济水平 提高了 那是绝对 是国内的 经济条件的 可是明显的 上升的 可是 上升的 出事 在城市 明显快有 浓郁症的 而 浓郁症的 自杀率 下降的 比城市 要快 所以 不一定是 一比一的 一个关系 不是特别 一致 另外 是不是 是 城市化 导致 更多的人 没拿到 容易 自杀死亡 这个 突进 就是农药 也确实是 国内的 比任何国家 的城市化 要快 最终的 结果 是 中地人口 从1990年 至2015年的 减少 2到3亿 那就是 2到3亿 既往 天天会拿 农药 方便拿 农药 现在不会了 所以肯定是 一根组之一 而且 我们也再次看 从 2010年 到2015年的 全球的 自杀的 使用农药的 比例 本来 30% 减到 13.7% 所以城市化 确实改变 它 常规 使用的 自杀方式 总的来讲 有好多 应用 哪一个主要 哪一个自由 不好肯定 可是 因素都存在 所以 现在 这个情况 有份自杀 现在不应该怎么走 实际卫生组织 2013年 出台 第一次 全球的 精神卫生计划 也这个计划 当中 有个目标 就是把 自杀率 在2012年的 自杀率 下降的 百分之十 但 有多少国家 达到这个目标的 总共 只有18个国家的 就是 在188个国家 在90个国家 百分之90个国家 达不到 下降 这个目标 另外 更重要的东西 2016年 这个联合国 出台的 可持续性 发展的目标 就是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这个目标 这个目标当中 一个是从 2015年到 2030年 要把自杀率 减少三分之一的 也按什么 最好的预测 会有多少国家 达到这个目标呢 只有四个 在180国家 只有四个 能达到这个结果 其他的疾病 癌症 心脏病 都有好转的趋势 可是自杀的 处理特殊的情况 是一动不动 这说明 我们现在 自杀的 干液措施 有一些问题 因为好多国 国家花费 好多资源和人力 来预防自杀 可效果不明显 这是传统 这个自杀预防的过程 你看 这个人有心理问题 然后遇到一个生活事件 产生自杀念头 然后有自杀行为 也中间 有一些中断的事情 所以你干预措施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要干预 可这样的模型 的难得 从个体 就是西方 偏向个体 在个体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是个体的问题 自杀不是个体 简单的那么狭窄的事 也会 看这个问题 我建立这样的 多因素的模型 我没法细意跟你讲 这个事情 可是我们 一有自杀行为 自杀未遂 自杀死亡 它会受到 个人的特点的影响 有心脏病 心理病 心理障碍 耐受能力 也会受到 个人所在的 小环境 社会支持 网如何等 也能受到 社会的大环境 人的老百姓 对自杀的观点 是怎么样 是取食 或者是关爱 医疗系统 是否提供 这样的服务 也最终 个人的行为 也能说 全世界的一个因素 全世界的一体化 互联网 也影响到个人 也影响他 交往的方式 所有的这些因素 都是影响自杀的行为 也你真的对这个事情 要按照这样的模型 要干预 应该有好多部门 来参与工作 不是医疗部门 不是心理学家 要做这个工作 而且要社会的力量 也结合 也实际卫生组织 联合国 推荐国家 建立一个全国性 和地方性的 预防自杀计划 也到目前 只有28个国家 承担这个事情 全国性的预防自杀计划 国内不是 国内的要做这个工作 要结合那么多的力量 肯定要人大 和宗教办协调 才有可能 可以做那么多工作 我已经推荐 这样的一个计划 也我认为 应该有 入下的目标 第一个是 提高全民的心理健康 成熟力和社会的联系 可是成熟力 是从儿童去要开始 那是教育部门得参加的 是自杀计划 工作获得广泛的知识 那是媒体要给帮忙 媒体要宣传这方面的东西 媒体得参与 限制这个自杀的工具 特别是农药 那种农业部门也要参加了 好多部门都有 才能做的事情 为什么部门 它要做什么 它应该对一个自杀威随者 千年不说自杀威随 是自杀死亡的 最重要的一个威信因素 可是国内的 有多少 根本不知道 它没有什么年龄 什么新变分布 它用什么方法 都不知道 所以推荐的 按照实际卫生组织的观点 在国内的基建师 要有一个建设系统 可以了解我们这高位人生的 特征是什么样 才能坚持这个干预 并且有几些人在基建师 应该当时给他们心理援助的 也给他们社会支持 国内的情况是 至少未遂到基建师 长久就回家了 根本没有人跟他谈 没有安静 40年之前在加拿大的基建师 跟人谈的 给他机会 可以说他的事情 现在变零的 这个是重要的干预措施 因为这是最高的人选 应该在三级家医院 固定他们做这样的服务 把它跟这个 这小考核结合在一起 然后逐步地把三级医院 二级家医院 二级医院一直随推 可以逐步地可以推广 常国地提供这样的服务 可是这个工作当中 但是政府和医疗机构 或者别的部门要做工作 个人他能说什么 个人是在一个 社会支持王 要做一些 帮忙做这个预防工作 一个大问题是 公众对有心理障碍 和自杀行为的人 看待为弱者 看待为社会的负担 所以他有排斥 或者气势的态度 这样情况也很难开展的工作 所以得努力 也个人也有责任 改他们自己的态度 把这个排斥和 其实转变变 关心和关爱 应该这样的方向走 我们才有机会 可以见证地面临这个问题 同时 被社会支持王 个人应该对他周围的家人和周围的人 要识别出 哪一些人会出现这个心理危机的状态 如果有的话 要注定地找这个人 也跟他沟通 跟他亲信援助 所以医药识别能力要提高 而且如果跟他交流的东西 也是一个技巧在张网 那是个人都能做的事情 自杀 不是他人的事情 自杀可以在你本人 你家人 你关心的周围的人 都可以出现 也有好多关于自杀的误解 一个是 自杀无法预防 都可以预防 因为自杀百分之十人 当时心里有矛盾 又想死又想祸 你在这个阶段 给他接触 肯定能能预防的 讨论自杀的人 不会自杀 完全错的 自杀前没有任何自杀的征兆 百分之十人 有比较明显的征兆 也如果你稍微敏感点 可以意识到这样的 心理危机的状态 过去一个有自杀 以后肯定不会再自杀 完全不对 自杀危险 就是最高位的人群 可以出现自杀死亡 大多数自杀者 是文化程度低的一个重人 那是批评他们 那是看不惯他们 那是错的 一有抑郁情绪的人 提及自杀会导致 他自己患上那个念头 完全错的 一牛担心那个问题 跟你周围人 应该跟他谈 多数自杀源于一个突发的创生事件 经常有好多其他的问题 才有一个创生事件 不是某一个 不是一比一的关系 非致命性的自杀行为 只是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 可能就是批评他的东西 如果他应该有自杀行为 来达到别的人的注意 那这是一个关心他的问题 不是批评他的事情 所有的自杀都有精神病 刚才说是不对了 所以自杀有心理痛苦 可是他的心理痛苦 有一个特点 他坚信不移的 这个痛苦 是无法逃避的 他坚信不移的 认为无法耐受的 坚信不移的 认为永久无尽的 也在这样的痛苦感 自杀只讲自杀 看作是接受痛苦的 一种方法 但是总是会找到 其他的更好的方法 你跟他接触 不是告诉他另外一个方法 是帮他自己找另外一个方法 那是给坚信的心理援助 可是你应该有 他信任你的情感交流 自杀的预防工作 需要您的参与 有了您的帮助 自杀就可以预防 自杀一个就太多了 有风自杀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最终 如果你本人 你家人 你关心着周围的人 处在心理危机的状况 你想不出来一个出口 你别等待 你打一个电话吧 好 谢谢周围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